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齐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人民的名义确实是一部可以似是同堂同追的好剧 该剧自从开播以来就好评不断 题材大胆敏感 活动拖一部官场现行计 从第五集起就躺在病床上的反弹局长陈海 终于在第五十二集大结局中苏醒 而老检察长陈彦时 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今晚热播长达一个月的仿佛大剧人民的名义 在湖南卫学落下帷幕 这部长达五十二集的作品部 解创下了省级卫学近十年来国产 具最高的单级收视率 还有其优质的口碑 出色的演员表现以及各种衍生话题 引发巨大轰动 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其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昨晚人民的名义迎来了大结局的前夕 汉东省公安厅厅长 副市长丁立真逃跑事件的告密者 反贪局长陈海车祸案的幕后主楼 持有山水集团股份 和山水集团美女掌门人高小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滥用 职权 操监人命 最终自杀谢罪 就在前天网友们看了预告之后 纷纷在留言处写下对许亚军的喜爱 就算他在电视里面演的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但是不同以往 这个角色让更多的网友喜爱上这个老演员 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齐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然而剧中除了这个角色是个两面性以外 想必更多的让大家佩服那是他优秀的演技了吧 齐同伟能活到结局 靠的全是他自己 再大 结局前夕呈现的剧情里面 齐同伟回到了他最开始的地方 就在于侯亮屏剧里里争的时候 表现的就更加能够 激起观众的内心与共鸣 在他眼淡自尽的时候说了一番话 更加的让大家觉得他从自卑到自负 说出了很多的恩怨与经历 小编觉得为什么与以往的反面人物不同 让大家恨不起来 可能他的出演映射出了很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齐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还有就是他与高小琴的爱情 也让很多人对他备受同情 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他们之间的爱情 他既扭曲 却又包含了很多的真诚 当两个残缺的人互相依偎的时候 这种扭曲的爱情只是因为破碎 而让人们具体更加动人心魄 当他在最后眼淡自尽的时候 喊出没有谁能审判我 老天爷不行的时候 让人很是同情 因为老天给他的怨念太深了 曾经那个满腔热血的少年 自爱对权力无限的 沉迷后 他不再是英雄了 所以在他四千的最后一刻 他鄙视这个世界 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齐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在对于外界来说 他死的罪有应得 但对于他自己来说 势终解脱 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 齐同伟自杀引来网友一片唏嘘 你们喜欢去亚军这个角色吗 威比回归好难 居然背后金主是他 难怪迪丽热巴取代不了 奔跑吧兄弟第五季已经播出两集了 然明天即将迎来的是跑南第五季的第三集 话说上周五播出的第二集相信广大网友 已经吐槽了个遍吧 不仅全程尴尬笑点滴 更是到了最后奔应该是最精彩的环节 结果全程差点都录制不下去了 然而有很多观众把这一槽点度赖在 迪丽热巴这位跑南团的新成员上 既然这样 却如今又在Bad Y回归跑南后吐槽 威比心机 威比回归跑南 居然背后金主是他 难怪迪丽热巴取代不了 众所周知 威比已经回归跑南并参加了录制 在大家都担心威比回归后 迪丽热巴的处境将会怎样 然而事实证明迪丽热巴 并不只是威比在跑南的替代品 跑南团发布的八个人 相信在这一季里会一直延续下去 即使这样 从现场发布的图片来看 仍然有很多网友骂 威比心机太重 连拍个合照都要抢最显眼的位置 其实大家又何必这样说威比呢 威比回归跑南 居然背后金主是他 难怪迪丽热巴取代不了 威比回归跑南也算是众望所辉 不过具体还是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多人 都说威比演戏不行 但说实话奔跑吧兄弟 应该是威比演得最好的一部戏了 而且很多粉丝都表示支持 威比常年参加跑南 不要再去回剧本拍戏了 其实对于威比而言 他的电影电视剧资源都绝对不会差 但是跑南绝对是威比走红的最重要的资源 威比回归跑南 居然背后金主是他 难怪迪丽热巴取代不了 无论是做模特还是出演影视剧 威比都是被重点吐槽的对象 尤其是年初播出的一部孤方 不自赏几乎毁掉了威比所有的口碑 那么这些被毁掉的形象 当然要靠威比在跑南上正回来了 而且跑南的节目组也确实虚 要威比来撑场子 威比回归跑南 居然背后金主是他 难怪迪丽热巴取代不了 对于跑南剧组而言 威比对于跑南收视率的贡献 还是很大的 首先是威比拥有强大的粉丝团 跑南剧组需要威比八千万的粉丝 也需要这么一个极具话题人物的存在 来保证收视率 这一点大家从跑南播出的两集收视率上 就可以看出来 可以说上一周播出的收视率 创下了节目收视新低 理想自报1月开支近70万 设讲新的80倍网 一娱乐4月28日报道 据关外八卦成长协会消息 近日 李湘的日常开支被爆出 让网友们大呼太好 在某综艺节目中 李湘和王诗玲一同参加 并大方晒出自家冰箱的储物 一开冰箱 全被山珍海味 燕窝虫草海参给霸占 现场嘉宾更是惊讶到下巴 都合不拢了 李湘自报1月伙食费近7万 开支是奖心的80倍 李湘节目自报 其实李湘的大手 比开支还不止这些 在某综艺节目上 李湘自报自己一个月的开支 是60多万 而这样的开支 相比在场的女嘉宾奖心 更是她的80倍之多 张月给李湘算了一笔账 李湘一个月在赤上的开销 是7万元左右 而穿衣方面则是10万 对此 李湘则说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赞助商提供的 所以这方面开支是小的 而网友们常常见到 李湘擅出的游玩罩 也是开支不少 大概需要40多万 而这些全部加 起来 李湘一个月的开支 确实是达到了60多万 这让网友们都感到差距 纷纷留言说 李湘一直都是各种名牌 他会花钱也是因为会投资 看完诗灵就知道 这个在有多猴了 打压张新宇 范冰冰时隔11小时发生 正能量爆棚新浪娱乐趣 据台湾媒体报道 张新宇4月26日 被挖出一次小号 按照自己被打压封杀 一次控诉李晨和范冰冰 在背后刷手段 爆料一出 范冰冰时隔11小时才更新微博 但被做回应 疑似张新宇小号 发布了许多关于被人打压的内容 无数次 无数次 就连拍好的杂志也下了封杀令 连合作的人都一一接到你们的电话 让他们别演 最好的爱情是一起成长 可是你们的爱情却要踩踏着别人 每天想尽办法背后害人 该账号还透露了封杀的源头 疑似是前男友和对方现任女友 分开后的两年时间 他如此对待我 按理对我做的事 你也应该知道一些 我一直愿意相信你不是知道全部 可我错了 你亲自出马 要赶尽杀绝 我自问我到底欠了你什么 要让你变成这样 也许是他要你这样做 但你凭什么 时隔是一个小时 饭 冰冰才终于更新微薄 但对此这字不提 感觉自己正能量爆棚 来吧 48小时往返纽约 上海 恒电 就是这样的节奏 请继续 对于参加Time 一百晚宴心情相当好 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李湘自报 1月开支近70万 设讲新的80倍网 以娱乐4月28日报道 据关外八卦成长协会消息 近日 李湘的日常开支被爆出 让网友们大呼太好 在某综艺节目中 李湘和王诗玲一同参加 并大方晒出自家冰箱的储物 一开冰箱 全被山珍海味 燕窝虫草海参给大战 现场嘉宾更是惊讶到下巴 都合不拢了 李湘自报 1月火食费近7万 开支是奖心的80倍李湘节目自报 其实李湘的大手 比开支还不止这些 在某综艺节目上 李湘自报自己一个月的开支 是60多万 而这样的开支 相比在场的女嘉宾奖心 更是她的80倍之多 张月给李湘算了一笔账 李湘一个月在赤上的开销是7万元左右 而穿衣方面则是10万 对此 李湘则说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赞助商提供的 所以这方面开支是小的 而网友们常常见到 李湘擅出的游玩罩 也是开支不少 大概需要40多万 而这些全部加 起来 李湘一个月的开支 确实是达到了60多万 这让网友们都感到差距 纷纷留言说 李湘一直都是各种名牌 他会花钱也是因为会投资 看王施灵就知道这个家有多好了 欧阳